在约25分钟的采访中,哈里斯主要聚焦经济议题 当被问及如何回应那些认为他的政策不适合自己的人 以及为何民调显示选民认为特朗普在处理经济问题上更具优势时 哈里斯的回答显得较为迂回 他猛烈抨击了特朗普的经济表现 指责其导致制造业和汽车工人岗位的流失 并批评他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加征了销售税 同时哈里斯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民主党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怎么办 他一直在大力推动中产阶级减税 首次购方舟补贴 增加医疗保健支出等政策 然而当被问及如何为这些提案筹措资金时 哈里斯并未做出直接回应 也并未正面回答民主党在参议院的未来前进 在谈及税收政策时 哈里斯强调每个人都应缴纳公平的份额 截至目前哈里斯的采访者相对友好 MSNBC的观众大多支持民主党 因此也可以说他尚未接受一次真正心理的采访 凤凰卫视孙海若姚依伟华盛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